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拍一條購入品的影片 因為我昨天進入自己的Youtube頻道 也有一段時間沒有拍影片 昨天我買了這兩塊很流行的玩具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因為我上個星期和老師和兒子吃了一頓飯 他就介紹了我玩這陣子很流行的玩具 所以我昨天就買了兩塊來玩 所以我今天就開封試玩 另外就順便買了一個iPad套 很漂亮的iPad套 我很久沒買那些套 底下的膠都是有個顏色 因為通常那些套是 即是膠套的位置是透明的 然後只有表面是有顏色 但是昨天竟然找到一個是 整個是藍色的 非常漂亮 所以順便想拍一拍 因為用兩用就殘了這些套 趁它還沒殘的時候 拍下它這麼漂亮的樣子 我覺得最吸引的是 這個位置是透明藍色 非常漂亮 在陽光下面會看得清楚一點 這裡呢 這些 一會兒就套回iPad套 一會兒就套回iPad套 另外今天就會給大家開這兩塊 是否保護紙那些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一部無限一部紙機 是可以不停地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類似一些減壓玩具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東西 因為我起初 其實還沒聽我老師兒子介紹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街上很多這些 一塊一塊的東西買 但我本身以為是一些 類似棋類的遊戲 但原來不是 是一些減壓的玩具 對 就這樣按 那他就跟我解釋了 有些 好一點質地的那些 就手感好一點 有些呢 劣質一點的那些 就那些回彈沒那麼好 就是 臨自自的 他給了兩塊我試一下 因為他那天呢 剛剛去 跟我老師去了Staycation 那之後 酒店就送了一塊給他 那塊那個手感明顯是差一點的 就是這個呢 你聽一下他 是會有一些 很清脆的聲音 那個呢 是好像軟奶奶 那些膠好像軟奶奶 那樣呢 手感就差一點 對啦 我覺得這塊也不錯 是挺好玩的 看到這一塊 我想起以前有一個很無聊的減壓玩具呢 就是 一條枝豆呢 然後你可以不停地按些枝豆出來 它會縮化進去 那個和那個 無限瀑布子機呢 都是同一個系列來的 不是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期推出的一些減壓產品 說的都差不多十年前 好像 我記得是08、09年左右 買的 那現在呢 DONKI 最近又出了一部 那些無限的泡泡機 不過我就不太喜歡 因為呢 它的泡泡機呢 每次都是按到差不多 會有些怪聲出來 還有那些聲音都挺吵的 其實一來它的手感不像泡泡機 而來呢 它呢 整天的聲音太響 我覺得呢 都挺滋擾 所以呢 玩過就算了 那些 那如果你不想它響 其實拔了那塊電就可以 不過我覺得 就算不進電 它本身那塊東西的聲音都比較吵 對了 反而這個好像 手感比那些無限瀑布子 對了 那相信呢 熱潮維持一段時間呢 又會有其他東西取代 這些玩具 好搞笑啊 之前的 手指陀螺 然後 我也不太記得 總之 輕一派就會 抹落 每一個 這些玩具 我相信 對了 那今天呢 購入品的介紹呢 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的幾條影片